探測技術沿著海底搜尋 要在深海海域搜尋到更豐富礦產 現在這項傳統技術已經有所突破 台中市現在也有機會跟進 請雙方簽約 請請簽約 台中市長林佳龍開心召開記者會 宣布德商霍夫曼諮詢公司 將在台中港投資1100億元 先建全球首座海域採礦場 年產值會有2300萬公噸 創造15億美元產值 所以很高興我們可以說一拍即合 他們德國人做事情是非常的嚴謹 跨完德商做事嚴謹 這項令台中市政府人心大政的投資案 卻被媒體踢爆 霍夫曼諮詢公司 建式藝人公司 實際上網查詢霍夫曼諮詢公司 官方網站架設的非常陽春 詳細資料找不到 直接到德國商業登記網站查詢 輸入公司編號全民一項資料都沒有 更進一步以公司地址查詢 快然發現位置偏遠 依地圖來看附近就像民宅 讓人無法想像 這是一個已經投資而可以達到 1100多億的公司 這麼大的投資案 台中市政府在簽署MOU之前 究竟有沒有經過查證 金發局這樣說 我覺得這個事情沒有邏輯上面 一定的說怎麼樣的做法是最好的吧 如果一開始就做非常正式的查證的話 好像我們在越主帶跑 金發局強調MOU的簽署 只是合作意向的確認 沒有任何損失 而林佳榮在14號完間 在臉書上PO出 表示目前只是協助對方前期作業 確定投資地點和細節都還有待審查 卻也承認簽署MOU的過程中 市府團隊對於公司的背景了解不足 應該要再檢討改進 但這樣大動作召開記者會晚才承認有錯誤 難免會有自打嘴巴的聯想 記者龔玉德 詹景成 台中報導